好,各位同学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认识我们常见的多元支付方式咯 常见的多元支付呢,目前有三种 一种是现金支付 塑胶货币 以及行动支付 这些的多元支付方式呢,都大大便利了我们付款的方式 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选择我们常用以及方便的付款方式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呢 到巷口的便利商店购物已经不需要带钱包咯 我们只要带着我们的悠悠卡跟手机 就可以完成付款的动作咯 只要当我们跟店员说 我们要使用多元支付 拿出悠悠卡或是手机 逼一下就可以完成付款的动作 是不是相当方便呢 那么接下来的影片当中 老师就会先就 现金支付 以及我们的塑胶货币 悠悠卡等支付方式 来带大家认识咯 首先呢,我们要来认识的是我们的 现金交易的支付方式咯 现金交易是目前最常见 也是最多人做使用的一个消费方式 我们可以透过通办跟纸钞 达到我们的金额之后呢 就可以跟店家换取我们的商品 好,那我们目前呢 常见取得现金的方式可能有 每年过年的红包 学校的奖学金 甚至家人给的零用钱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金钱 去购买我们所需要的商品或者是服务 而且我们不必担心这些店家会拒收我们的现金 比如说像我们的原生社 或者是便利商店 大卖场 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用现金去做支付的方式 而且重要的是 当我们使用现金支付的时候 不必担心会有操支的问题 身上带多少钱就只能够使用多少钱 例如说 当我今天带100元去大卖场选购商品的时候 我就只能够选购100元以内的商品 身上没有钱了 就无法继续购买 这样子也可以有效地控制我们的消费预算 好,各位同学 有看过以上这些卡片吗? 好,这些卡片呢 因为可以拿来作为付款的工具 所以我们又称为塑胶货币 常见的有悠悠卡 金融卡 以及信用卡 悠悠卡是我们学生阶段 最常用的一个塑胶货币之一 悠悠卡的功能本身很多 包括像我们的数位学生证 交通票证 也可以当作我们的塑胶货币 作为付款使用 悠悠卡的使用上面呢 非常的方便 各位同学可以到我们的便利商店柜台 或者是捷运的悠悠卡除值机 将我们身上的金钱除值进去之后 就可以做使用了 但是各位同学要注意的是 悠悠卡里面除值多少钱 就只能够花多少钱哦 所以他也不用担心 各位同学会有透支的问题 如果各位同学不确定 里面除值多少钱的话 我们也可以跟柜台店员蒋医生 请他先帮我们确认金额之后 再来进行消费哦 好 金融卡呢 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跟邮局 或是银行开户之后 我们可以申请办理金融卡 金融卡本身除了可以进行提款之外 我们也可以请银行帮我们开通 刷卡的功能 刷卡指的就是 当我们要付款的时候 可以拿出金融卡来 请店员帮我们进行刷卡 或者是感应之后 就可以进行扣款 金融卡会直接从我们的账户里面 进行扣款 所以账户里面有多少钱 就只能够刷多少钱 如果当我们刷的金额 超过账户里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提醒我们 不可以刷卡咯 所以它可以有效地控制我们的预算 但各位同学 金融卡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申请 必须要年满15岁 而且家人的同意之下 才可以进行申请哦 好 各位同学 最后呢 我们就要来认识的是信用卡 信用卡呢 是一种由银行发行 让你可以先刷卡之后 最后再由账单寄到你的家里 或者是你所指定的地方 再由账单来缴费的一个卡片 而各位同学要留意的是 信用卡如果是你本人申请的话 必须要年满20岁 而且具有工作还款能力 才可以申请哦 如果是由家人给您的付卡的话 则会有使用的限制额度 以及必须年满15岁以上 才可以做使用 以上呢我们提到的有 悠悠卡 金融卡 及信用卡 这三种 这三种塑胶货币呢 其实都大大的改善了 我们的支付方式的便利性 它可以让我们不必带过多的金钱 在身上增加我们的重量 也不用担心 金钱会有遗失的问题 但各位同学要留意的是 这些塑胶货币 仍然是我们的付款工具 所以各位同学在使用的时候 还是要留意 我们所使用金钱的一个状况 不可以过度支付哦 那我们下一节课呢 就会来教大家的是 多元支付里面的行动支付 好那各位同学 我们下支影片见 我们下支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кое akersдел训